Cody今天爸爸又開新車喔 好 一台新的車子喔 欸 也是白色的 也是白色的 它很酷欸 它五個位置都有ISOFIT 對啊 我覺得很棒 對 可以生五個小孩 太多了 太多了 兩個就好 兩個就好 第一次開這台車 欸 這台車是柴油的 看起來感覺很不一樣 第一次開柴油車 有種笨重的感覺 開這台車我覺得有點像開那種九人吧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今天我們要跟朋友一起帶Cody來去新竹旅行 所以今天要趁這個機會呢 Peter又要來租一台新車來試試看 之前是租Odyssey 那之前有跟大家分享 還有兩台也想要試試看 就是Previa還有Shirang 那今天呢 就來試一下歐洲的進口車 Shirang七人坐的 看一下有沒有比歐德斯厲害 好 要再麻煩請你幫我發動一下 啊 加什麼油啊 這邊的話是 這台應該是柴油 好 這台就是我們今天要租的車 白色的車 這台車的Shirang 它的價格好像還比Odyssey便宜 10萬到15萬左右 我們今天的版本比較舊一點 是2017的版本 所以它的配備有一些就比較陽春 跟我在網路上做功課的資料就 有點不太一樣 比如說它沒有電動尾門 它是手動開啟 但是現在的車好像都有 就是最新2019年的版都是標配 我原本還有看到後面我覺得很酷的是 台灣很少會附的電動尾門 它也有 但是這台車呢 依然是只有 手動的 手動而已 就這樣 不過它的外面我覺得還不錯耶 它還是有多一點流線的造型 不會像是其他福斯的那種鄉行車 會來的方方正正 感覺不像那種家庭會開的車 感覺就比較像公務車 那這台車就至少有點休閒的感覺 還會有點心動 它的眼神也很銳利 你看它的眼神 蠻沙的 我很喜歡那種感覺 這蠻像是一般的車會有造型的 好 等一下一樣開回去載它們 它很不一樣的是它是Turbo引擎 2.0柴油版 然後座位配置也蠻不一樣的 它是232 跟我們上次試的Odercy是223 就不太一樣 它每一個位置都是獨立的椅子 我覺得這是它的優點 這椅子是 Oh my God 是我不喜歡的布的椅子 不知道坐起來怎麼樣 等一下再問蘇珊 很棒的是它 每個椅子都有ISOFIX 天啊 可以生好幾個小朋友 後面也是嗎 欸真的耶 唉唷 它有五組ISOFIX耶 所以你可以載五個小孩 然後老婆坐前面 很適合生五個小孩的家庭 因為很少車會配到ISOFIX 只會配到五個啦 超少的 而且它每個椅子獨立都可以往前後移耶 好像有四段左右 都有四段 所以每一個椅子都可以往前移 今天借的車一樣 這邊沒有空調 它只有附一個這個點檢器 可以充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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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回去接蘇珊還有Cody跟開油 第一次開這台車 這台車是柴油的 開起來感覺很不一樣 第一次開柴油車 有種笨重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雖然是Turbo引擎 但是我沒有感覺到 之前像開老爸新車Turbo引擎 那種這麼順暢的感覺 還是蠻重的 因為這台車比較大吧 開車的車我覺得有點像開那種九人八有沒有 那種笨重感 蠻大的 但它內裝實感也是很棒 今天開車的車就沒有像上次Odyssey那麼興奮 因為上次Odyssey是最新版本的 現在這個真的是 有一些配備都沒有 像它沒有ACC 也沒有LKS 那現在新的版本好像都有 就只要是2019年的都有 而且價格其實是一樣 早買早享受 欸沒有 ONE MINE比較享受 但它視野還是依然很好啦 視野就是很大車那種感覺 而且 它的不知道是玻璃的關係還是怎樣 我覺得它的空間感更好 很大 開起來蠻舒服的 但是踩起來覺得有點吃力 不知道為什麼 是柴油的關係 還是有很多電子配備啦 像是它的手剎車也是電子式的 這真的很方便 尤其是女生就不用夾夾夾 很辛苦 還有Auto Hold 欸Auto Hold超方便 腳都可以放開 像現在紅燈 直接輕鬆一波 方向板也是蠻漂亮的 但現在應該更美啦 我比較喜歡是那種 方向板有很多的功能按鈕 就可以控制任何的東西 就不用摸來摸去 只要控制方向板就好 它應該是 也是算還不錯 比較簡約一點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複雜的設計 畢竟它沒有ACC 還有沒有其他更測系統 所以它不用多那些其他按鍵 它只要控制設計就可以了 然後它電燈的控制是旁邊是用旋轉式的 就會比較那種老舊一點的感覺 空調一樣是雙區很溫 很溫空調 也沒有天窗 好像其他車都有天窗 但它這邊有很多很酷的對不對 你看 這個很大 這個是放眼鏡的 超大一個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應該是要給人家放電視的 這可以放9吋電視吧 iPad可以放的 但是它沒有裝 因為它是給人家租車 所以它都沒有裝 喔 雷達還是有的 然後雷達顯示也蠻漂亮的 它沒有攝影機 但是它是一台模擬的車子 還蠻美的 這一次不會沒有力 那就是開起來很笨重的感覺 而且它的那個引擎聲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柴油的關係 就真的很像在開那種大巴的主持 那種9人座啊 很像 這邊有一個這個 喔 超大的口袋箱 在前面這裡 這裡是 這應該不是裝電視的 這應該就是口袋箱 欸 蠻方便的 這可以放很多東西 喔 它也有自動熄火 然後這邊有兩個可以放水平的地方 跟一個12V的變壓器 那新版的應該都是有那種直接USB可以插 它儀表板也是福斯的經典的儀表板 黑白設計 很有質感 內裝看起來跟我們之前的Odyssey 就差很多 那兩個都還算是各有各自的風格 都是蠻有質感的 中藝喜歡哪一種 喜歡Odyssey 喜歡Odyssey 比較日系的質感 對對對 這可能就是比較 真的就是歐系 嗯 歐洲車的質感 告訴你今天爸爸又開新車喔 好 一台新的車子喔 嗯 也是白色的 也是白色的 喔 你猜猜看是哪一台 後面的 後面 這個 喜歡嗎 這個 喜歡這台車嗎 它在這裡 是叔叔 叔叔在這裡 好 等一下 跑跑開門 這沒有電動門 也是蠻麻煩的 喔咻 請進 等一下拿你的安全座椅來 喔咻 最好 我去哪裡的安全座椅喔 好 對 OK 明明就是去一天的小旅行 為什麼要帶那麼多東西 我們真的只要出門 就大包小包 看一下後箱空間 上次Odyssey很小 大家記得喔 這一次 好像也沒好多哪裡去 這樣 這也放不了幾箱 如果你要出國的話 大概就是三箱吧 你覺得比較大嗎 我覺得它底下比較大 對不對 它比較深一點 對對對 比較深還是可以多放一些東西 可以 還是可以加點放一些東西 稍微大一點啦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還是窄窄的 因為三排座椅的關係 沒辦法 所以還是這麼 這麼淺 現在來安排最麻煩的 安全座椅要擺哪 寶貝你看我跟姊姊姊坐中間喔 好 那姊姊跟姊姊會坐後面 好不好 然後我幫你裝安全座椅 好 它很酷耶 它五個位置都有Isofix 對啊我覺得很棒 很貼心 所以生五個小孩 太多了 太多了 兩個就好 兩個就好 這台車很適合生五個的 不然就是五包胎 一次有五個小baby去Isofix 喔 很平耶 還蠻平的 安全帶在這 喔 可以喔 現在都可以進去 它每個椅子都是獨立座椅 對啊我覺得這點好像很棒 但是它後面真的好像有點窄耶 可能等一下它前面的座椅 可以往前移 對前面要往前移 不然這樣你看你坐著 關起來你腳根本沒一定要放 對 而且弟弟也躺不下來 弟弟也躺不下來 嗯 OK 出個門就是要設定那十幾分鐘 才會搞定 好可以出發了 不錯 加油 又是爸爸的新車 你只能往後看 蛤 哇你就是坐第三排 對啊 喜歡這台新車嗎 沒感覺 雖然你的椅子都一樣 應該坐兩個小時就會到囉 欸這是什麼 欸這是什麼 欸這邊有那個耶 飲料盒 飲料盒耶 好酷喔 超貼心的耶 而且感覺可以 像小冰箱一樣的感覺 可是它很淺啊 感覺只能放養樂多 這邊也有耶 這是 欸這不一樣的耶 它設計不太一樣 它設計不太一樣 它設計比較深 哈囉開喔 要出發囉 嘩咻 這後面有餐椅耶 超貼心的 福斯的車子都有這個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很假的 它就很像那個坐飛機的有沒有 我一點都不覺得假的 你看現在多方便 很方便嗎 對啊 所以可以放一些小東西啊 但這門不是自動的 所以我覺得還是歐治騎好了 我們租的車是2017的 現在2019的都是自動的 那我覺得可以考慮這個 因為這個有餐椅 你為了這餐椅 這家中幾百塊就有了 那你覺得這椅子怎麼樣 你剛坐 我覺得不錯耶 因為它都是個人獨立坐 可是它是布的椅子 你有發現嗎 布的你不覺得坐起來很熱嗎 我無所謂 你無感 對我無感 你覺得它外觀耶 它這個外觀看起來就是比較 比較呆一點 蠻normal的 但是比我想像還好一些 可是它裡面感覺比較大耶 Cody中間視野好嗎 視野超好的 可以看很遠嗎 它每個位置都有Isofix 所以小朋友要坐哪邊都可以 它後面有冷氣嗎 這個 喔有出風口 喔有耶後面都有出風口 它可以控制嗎 好像這個沒有嘛 可以控制 像order是一樣耶 有沒有可以按 沒有沒有耶 它就是單純的出風口 它只有出風口 現在剩半桶油要去新竹 應該購買 購買 不夠就下來幫你推啊 欸 你們好樂觀 導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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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不會用 Fone Fone可以換導航嗎 OK不會用 開這個好了 這樣 這樣打 看也算開得到 有這個遮陽的效果 手機不會過熱 應該沒有人這樣用 出發囉 後面空間大不大 其實蠻大的耶 後面有放寶寶的安全搖籃嘛 所以我就把中間這一排的全部再往前推 可是不知道是因為我腳太短還是怎樣 我始終碰不到你的後面 你現在頂不到我的車 我頂不到你的車 我已經把它推到最前面了 空間還是夠 我還有一個半的拳頭距離 太不錯 那真的感覺長度比order其實再好一點了 我覺得長度感覺差不多耶 只是因為它是232跟223的差別 你覺得這個配置比較好還是 order order型好一點 為什麼 order型可以直接走路 中間可以走路 對中間可以直接走路 然後這台就要用爬的 就稍微麻煩了一點 一定要用椅子 對對對 我剛剛看一下它這個椅子有電動椅 但是上下沒有電動 副駕駛有嗎 沒有 因為我昨天做東客的時候 我看現在新版的 它正駕駛跟副駕駛都是電動的 而且它還有那個電熱椅 冬天的時候屁股可以熱熱的 老爸那台車也有 就是沒有試過 感覺很怪 屁股燙燙這樣 但是冬天應該是很舒服啦 而且它還可以記憶 好像有三段記憶吧 比如說我開跟蘇珊開 它就幫你記住 像你換位置的時候 你就不用再調來調去 你就按一下按鍵 我剛剛以為你說記憶 是它那個熱度可以記憶 就是誰做的時候會調得到幾度 你後面坐起來會 彈跳感會很重 我覺得跟HRB差不多 它可以接手 它可以接手 前面是還好啦 我覺得主要會晃夜的後面 後面彈跳感會比較大 屁股燙燙好像就沒有Oder City那麼高 但它價格又比較便宜 可能大家還是喜歡HONDA 所以HONDA有很大的比試 感覺 以我做功課來講 我覺得像HONDA的配備會比Oder City完整一點 會比Oder City完整一點 沒有什麼感覺 它的腿部支撐 我發現它很長耶 我整個大腿完全是在椅子上面 所以它這個開很久應該也是HONDA 腳比較不會那麼累 剛才發現它的影響還不錯 我看到它超過半圈時間 剛剛已經開掉了 我剛才一路開過來 因為我們來一個 滿山上的地方 山路開起來還好 也不會很吃力 就還算開熱鬥 畢竟它是2.0 Turbo 但是剛剛發現一個問題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只要停下來打P檔 它那個冷氣就直接變超不冷 有人有開過這台車嗎 它的設定 我最近很乖 我們要去玩了 待會兒玩完再繼續來開車 Cody有睡榜嗎 Cody在車上睡很好 坐新車都睡很好 糟糕Cody 睡榜嗎 阿倫 好舒服 怎麼說 坐起來的感覺比較舒服 B-Odus 抑制 空間我覺得差不多 都蠻大的 可是影坐起來比較不錯 對 可能我喜歡布的吧 你喜歡布的 直接換布比較簡單是不是 應該都可以選布的 這邊的冷氣也不會直吹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我開起來是覺得 比Odus 以來的笨重一些 不知道為什麼就會 感覺開起來就重重 但是它的馬力是沒什麼問題 就是開得懂 如果要選的話 好難喔 所以其實德國車也不錯 而且價格又不會比較貴 我蠻想要的 我覺得它有很大的優勢是 它新的配備就比Odus多很多 像是雨滴的自動偵測啊 自動停車 就很多是Odus裡面的配備 還有電動尾本 超多的 那些配備如果你自己要加購的話 那也很多錢 所以這台車的價格算是很有景點 就是開起來稍微笨重一點 232的配置感覺蠻不錯的 像蘇丹還蠻喜歡的 如果有機會再來試一下 有沒有正2020年式的 或者是剩下PREVIA沒有試 下次出門就可以租PREVIA來試一下 有沒有PREVIA才是最厲害的 希望有一天可以換七人座啦 那今天影片到最後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喔 下個影片再見啦 拜拜 � Truck 呢 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